放眼望去一整條網窯溝 全被染成綠色 幾乎看不見鏡頭 民眾經過嚇壞了 聲不見底 一路流向下游 將近有400公尺的溪水 全變成墨茶綠 這可不是網美景點 而是被嚴重污染 環保局獲報後 立刻倒場集茶 將綠色的水 一罐罐裝其菜籍回去檢驗 同時也地毯式集茶 將水垢蓋一一掀起 要釐清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根據現報找到遠兄 這是位在新北市中和自強路 這處私人工程行 環保局人員 當時在屋內 找到大批的油漆罐 發現他們在洗手槽內 清洗水泥刮板 導致刮板上的白色油漆 流向水溝造成嚴重污染 使盡到場詢問業者 確實被重救青 我們只是不同檔位 所以我不在 如果有違規 將依法從中處理 針對本次的污染案 將會在上游架設監視器 並且不定期派員巡查 根據了解 這處工程行 從事油漆工程 已規定要用舊報紙 或抹布吸收 或是專用垃圾袋丟棄 所以清理不但要面理行責外 也破壞了大自然 就忘聽要 大概幾次 開罰 第二抹出 到 Canada 什麼 阿滋